一个男孩被指控谋杀他的父亲 现在他的命运被交到了陪审员的手里 只要陪审团的12个人都认为男孩有罪 男孩就会被判处死刑 但如果有人提出合理怀疑 就要做出无罪的判决 而且所有人意见必须达成一致 宣布完 12个人纷纷走进会议室 这天的天气有些闷热 电扇还坏掉了 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浮躁 他们有不同的职业 来自不同的阶级 有的从未担任过陪审员 有的已经有很多次经验 而现在 他们为了一个男孩的命运汇聚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以作为顺序来称呼他们 1号自然而然的担任了陪审团团长的角色 开始组织纪律 考虑到大家都想尽快结束 法庭上递交的证据也足够齐全 他直接让大家举手表决 第一轮投票 认为男孩有罪的有11人 唯一的例外是8号 他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来证明男孩的无辜 只是觉得那毕竟是一条人命 不能用5分钟就决定 至少应该讨论一下 7号想去看今天一场球赛 从落座开始就一直在看表 8号的行为在他眼里就是纯粹的浪费时间 他问这跟花多少时间有关系吗 考虑再久他也只会给出有罪的判决 8号提醒他球赛8点才会开始 可以先讨论一个小时 7号同意了 现在只有8号是不同意见 那么只要能说服他就好了 大家依次发言 从2号开始 2号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只是觉得法庭上的证据已经足够齐全 没有人能证明男孩无罪 8号提醒他 该证明男孩无罪的是检察官 他们现在能揪出证据的疑点就够了 3号接着发言 他说自己没有个人偏见 对男孩也很同情 但是住在凶暗现场楼下的老人 在当晚12点10分听到了 男孩和他父亲发生争执 紧接着男孩大喊 我要杀了你 一秒钟之后有人摔倒 老人用15秒跑到门口 就看见男孩冲下楼梯 后来警方发现死者胸口插了一把刀 推测死亡时间就是午夜 这些都是无法反驳的事实 男孩就是有罪 4号则指出男孩的不在场证明是瞎编的 他说案发是自己在看电影 却说不出电影和眼门的名字 而且没人看到他进出电影院 10号越过顺序插画 住在对街的女人当天晚上睡不着 他透过窗户看到对面的男孩在12点10分行凶 两家之间只隔了一条电车轨道 当时一列电车正好经过 但是车上没什么人 警察做过实验 是能够通过车窗看见的 更何况那个女人看着男孩长大 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不可能认错人 8号反问他 你不相信男孩说的是实话 又为什么那么相信那个女人 10号无言以对 发言继续 5号选择了弃犬 直接轮到6号 他把目光放在了动机上 那天邻居听到死者和男孩在8点发生争吵 男孩还被打了两下 也许这就是动机 8号指出男孩从小就经常被父亲殴打 这种程度的冲突还不至于让男孩起杀心 4号却说人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 可能他真的被逼到受不了了 8号无法反驳 7号开始发言 他说这个男孩劣迹斑斑 10岁就因为对老师丢势头进了少年法庭 15岁因为偷车进赶化院 还曾因为抢劫被捕 因为持刀蟹斗被抓两次 是个用刀高手 8号说可是从5岁开始死者就经常打他 7号不以为意 说如果那是他的孩子 他也会打 3号接过话头 说现在的孩子都是那样 他小时候还得管爸爸叫父亲打人 而现在没人会这样 他也有一个儿子 9岁时和人打架输了逃跑 3号把他交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儿子16岁时却和他打了一架 现在父子二人已经有两年没见过 4号将话题拉回来 指出男孩成长背景悲惨和本案无关 但他出生于贫民窟 众所周知 那就是犯罪的温床 出生在贫民窟的孩子有更大几率变成恶鬼 10号再次插话 说贫民窟的孩子天生就是垃圾 这让5号忍无可忍 他说自己就是贫民窟出身 从小在塞满垃圾的后院里玩耍 眼看要发生冲突 众人纷纷劝阻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 8号也说出了他的想法 他觉得法庭对这个案子太草率了 甚至没有进行完整的交叉询问 3号对此厌烦了 问他那把凶器刀又怎么解释 男孩已经承认当晚他买了那把刀 1号想工作人员要来凶刀 4号接着发言 首先男孩在8点被父亲打了 然后他跑到附近的二手商店买了一把折叠刀 这把刀花纹很特殊 卖给他的店主也说店里只有这一把 且男孩的朋友也看到他拿着这把刀 凶器和朋友们看到的刀一模一样 而男孩说他的刀丢了 难道说有人刚好捡到了男孩的刀子 并且用他杀了男孩的父亲打了 这个几率也太小了 8号说但有可能男孩真的丢了自己的刀 且凶手用一把一样的刀子行凶 4号说不可能 这把刀很不常见 8号的说法巧合过分 3号也附和了这个说法 但8号居然真的掏出了一把一模一样的刀 众人震惊 问他这刀从哪来的 8号说他昨天去男孩家附近过 在离凶案现场两条街远的当铺买的 但这么一把刀也说明不了什么 8号于是提议现在重新不记名投票 这轮他会弃权 如果还是11票他就改票 如果还有一个人认为男孩无罪 讨论就进行下去 大家同意了 大部分人都认为有罪 但到了最后 却有一票改投无罪 3号烦躁地想抓出这个叛徒 他认定了反水的就是平民窟出身的5号 一定是因为同样的出身 让5号产生了没用的同情 眼看就要发生冲突 9号为的老人主动承认 无罪票是自己投的 要说什么高明的见解倒也没有 只是他觉得8号孤军奋战不容易 而且是该尊重一下那个男孩的生命 多讨论一会儿 所以给了个人道主义援助 7号听烦了 静止走向洗手间 讨论被迫进入中场休息 大家闲聊起来 3号也为自己刚才的冲动向5号道歉 洗手间里 6号问8号 如果你把我们所有人说服了 但是那孩子真的是凶手该怎么办 8号也不知道 回到座位 讨论继续 3号重复了一遍老人和女人的证词 这反而让8号找到了一点 老人声称他听到男孩喊要杀了父亲 同时女人透过车窗看到男孩行凶 当时电车经过 会发出很大的噪音 老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听不到叫喊 所以他大概率在说谎 3号质疑 说谎对老人有什么好处 9号有话说 他说那个老人或许是想引起注意 3号更烦了 说话带上了攻击性 6号起身制止了他 9号继续发言 他注意到那个老人穿着简络 有跛脚的毛病却尽力掩饰 这样的人会很想要获得关注 也许他没有说谎 但是是潜意识让他相信自己真的听到 这说服了5号 目前投票变成了9比3 11号整理好他的稿子开始发言 他指出一个疑点 这孩子被目击在行凶后逃跑 却在三个小时之后回来被警察抓到 他为什么要回来 12号说他可能是回来拿刀的 但刀上没有他的指纹 有擦指纹的时间却不把刀拿走 这显然不合理 10号听不下去了 他说那个老人都看到男孩逃跑了 有这么直接的证据在 纠结别的有什么意义 但8号却从他的话里听出了证词的漏洞 他向工作人员要来了公寓示意图 在会议室里丈量出从床上到门口的距离 然后模仿老人的姿势走了一遍 全程用了41秒 这和老人所说的15秒大相径庭 这个证词也被推翻了 3号情绪激动 说大家都明白那孩子就是有罪 就该被烧死 你们却想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 8号却指出3号从近来开始 就一副替天行道的样子 其实完全就是出于私心 3号被激怒了 大吼要杀了8号 8号说你应该不是真心想杀我 所以那孩子说要杀了父亲又能代表什么吗 3号冷静下来 大家回到座位上 11号发言 他说我们聚在这里不是为了吵架 而是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他觉得这就是民主制度的显著优点 他们受邀来到这里 去决定一个人有罪或无罪 他们和案件没有任何关系 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有任何得失 这正是国家能强大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们不应该在这件事里掺入私人感情 大家又进行了一次投票 2号6号11号改决定为无罪 现在厂商的票数是6比6平 这时窗外下起了大影 风扇也被发现其实并没有坏 只是刚刚的打开方式不对 气温下降 大家也变得冷静下来 2号提出一个问题 死者的伤口是向下的 但是男孩比他矮 按理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3号说没什么不可能 他拿刀站到8号面前比划 说男孩就是这样杀了他的父亲 5号却提出了异议 他也出身平民窟 对这种刀的用法很熟悉 因为效率问题 没有人会那样反手用刀 更何况男孩是一个用刀高手 这时7号改变意见 认为男孩无罪 但他却嘴硬说只是厌倦了这样的讨论 这样轻慢的态度激怒了11号 他说你投出有罪票或者无罪票都可以 但那必须是你自己的判断 而不是因为着急投完去看球赛 他要7号必须说出自己改票的理由 7号支支吾吾 说不出来 大家再次投票 这次票数已经变成了3比9 只有3号4号和10号坚持认为男孩有罪 10号首先发言 但他的话没有什么营养 只是单纯的对平民窟的歧视 充斥着自大和傲慢 这引起了所有人的不满 大家纷纷离座 不愿与之同袭 直到4号让他闭嘴 10号性性然改了票 8号说我们9个人现在认为男孩是无辜的 也只是在赌一种可能性 他们可能会放过一个杀人犯 也可能救了一个无辜的人 谁也不知道 但他们有合理怀疑 这是司法体系中很珍贵的东西 只要有一点 就不能草率地判定一个人有罪 问头有罪的三人又是如何判断的 4号开始发言 他是一个证券经纪人 逻辑缜密且非常理性 他认为男孩有罪主要出于两点 一是接对面的女人声称目睹了杀人案的经过 而是按照那个女人的描述 男孩恰恰是用那种错误的持刀姿势 如果没见过 怎么会编出这种不合常理但符合事实的证词 他的话说服了12号 让12号改回了有罪 但这时9号注意到了4号按摩鼻子的动作 他指出自己注意到那个女人也有同样的习惯 虽然他在席上没戴眼镜 但看打扮多半只是出于暧昧 他鼻子上有着和4号一样的痕迹 那么午夜时分要睡觉的时候 他大概率是不会戴眼睛的 那他又怎么能看清行凶过程呢 这说服了4号 他承认了自己的不严谨 现在只有3号还在坚持 他其实已经找不出新的证据 但是明明有那么多的证据 凭什么就这么推翻 他掏出自己的钱包 说自己可以赌五千块 那个男孩就是凶手 但是他和儿子的合照 却在这时从钱包里掉出来 他看着照片上的儿子 突然变得悲伤起来 他说该死的孩子 你毁了自己的一生 把照片撕得粉碎 然后不能抑制地趴在桌子上哭起来 他早就知道该投无罪了 但是和儿子的冲突 被他投射进了这个案子 让他无法做出冷静的决定 全票通过无罪 大家纷纷起身穿上外套 打算离开 8号也为刚刚还剑拔弩张的 3号披上衣服 他们从来不是对手 只是为了讨论出一个 合理的决定的争辩 所有人离开 只有满桌的烟头 只比和那把刀 见证着他们12人 刚刚在这里进行的努力 室外雨已经停了 8号和9号交换了性命 各自消失在人群之中 就像任何一个普通人